好這是改裝零件 改裝什麼東西 我們只要改彈夾 這個彈夾到底有多重 這個是TDI標準的彈夾 334 這把之前的ICS 基本上都已經快是他一半的重量 所以我還想說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把這個彈夾做一個減輕 我起先是找到這個東西 這樣是錦心的 號稱他只有 88公克然後是全鋁 這東西是全鋁合金的 全鋁合金的好處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所謂的鋁合金 那鋁合金當然是比較重 等一下我們會稍微做一下比較 如果你玩那個IPSE的話 那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於說 因為我們中途可能會有要換彈夾 這個如果你直接砸到地面上的話 這個底板一定是破掉 因為它重量實在太重 那這個也不能講說這個不會破 但是至少它的重量沒有那麼重的話 如果它這樣子掉到地上的話 至少 底板還比較能夠承受得住 那另外一個是說 也減少我們在攜帶上的一個負擔 錦心他非常貼心的附上 這一個 券拜圖 所以我就按照他所有的這些貨號 一個一個去把它做一個購買 這一個沒有買跟這個我也沒有買 為什麼因為我是想說我想要換成的是這個地方 因為上次有講過 其實ICS的Revo系列我是還蠻喜歡的 它的Revo的關氣準 然後它的這個出氣法的話 我可能必須我會有實驗 我們再試試看 到底是跟原本尾翼的跟Revo之間會有什麼差異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沒有買 然後另外一個是因為這個底板 這底板我已經有買一樣是唯一的這一個 Junwig 它這個系列的這個底板 所以我就沒有買 但是其實我蠻後悔的 這邊必須老實講 蠻後悔的是 因為它有附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底蓋是有這個配件在的 所以我現在是蠻擔心的是說 我沒有買這個的話 那我這邊怎麼辦 OK 然後另外一點的是說 這個氣嘴 這個氣嘴 我也不是買搭的 我都必須講一下 我後來發現到這個氣嘴 我也忘記買 所以我也不是買景星的 我是買這個 尾翼 我是買尾翼原廠的 就是W1原廠的 兩個氣嘴 那 這邊是尾翼 這是全新的 而且這還有雷 這邊還有雷射標籤 所以這個不是假的 好 這是主題 然後這個是景星它的底蓋 這底蓋也都是全新的 這都也都沒有拆 這底蓋的部分 它底蓋非常貼心的 它基本上 已經就是你買底蓋它會 它一樣會有一個氣嘴在 這是算是不錯的地方 底蓋它有再外加一個氣嘴 然後 我先把一些大盒子拆一拆 一樣 這是 底蓋 好 相關一個它的那個東西 底蓋 然後 這我們等一下再拆好了 這是ICS Revo的氣法 這個是AC07 這是For HighCover的 這是For HighCover用的 它有一個備份的ORIN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把這個拆掉 然後這是它的灌氣嘴 AC08 這邊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換掉 然後這個是彈簧 好 這是出氣的那個橡膠 但是這邊必須講 這個這邊有修掛有那個 小拍拍出來 這都會有那個 這小小的這個碎屑 這會不會影響它的那個氣密度 因為這有一點點小小的這個 用這個 用力一點的斜口錢 好 就是用這個 稍微力一點的斜口錢 把這東西修掉 塗在手上 這是抹一點點油 那有塗就可以了 主要是我們要讓它的 氣嘴 這邊是要一點點的油 OK 然後這邊它的這邊有一個PIN 這邊我的這個PIN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PIN 這邊有滾花 這邊有滾花 這邊沒有滾花 那原廠是從這一側敲 那我們一樣是原廠從這一側敲 就是敲平敲滿不要把它堵出來 兩邊都不要有這兩邊都不要跑出來 OK 彈簧應該沒有分 對 兩方是沒有分的 好 這是原廠的進氣嘴 OK 那我們換上的是 ICS這個REVO 好 鎖緊就好了 不要鎖太緊 有鎖就可以了 然後上下做結合的時候 如果你是一次這樣壓 你是壓到底 然後去鎖的話 你會發現到 你根本沒辦法鎖 你都是一隻空 一隻空轉 不是這樣子的 你要是先 放上去之後 下 放上去之後 這個最後面才下去 你會發現它會比較浮 它會比較浮 浮高 有沒有 這樣講 如果你沒有對到的話 如果你有對到 你會發現到有沒有 它浮得比較高 它浮得比較高之後 這樣去鎖就可以了 就是你不要先去壓這個 然後再繼續鎖 不用 你是靠著這個螺絲 慢慢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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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 如果你有鎖對的話 你不要手 你不用手去壓 你是用這個螺絲 慢慢旋緊全景 旋緊全景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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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你不用手這樣去壓 這樣太累了 你就直接用這樣 慢慢鎖 它自己就會慢慢往裡面拉 然後就會把它做一個緊密的一個結合 這個鎖這個技巧在這邊 這樣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鎖緊了 OK 好 進去的部分 OK之後我們看一下 這是 ICS他們的HICOP的氣嘴 好,鎖緊就好了 試著灌一下氣看看會不會漏氣 有比較緊 有比較緊 沒有錯 比較緊 這有比較緊 因為這邊可能會稍微去磨 磨到的關係 比較緊 這邊有去磨到 這邊有去磨到 基本上看起來 算是OK 唯一的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 是這個地方 我掃那個 底 我掃那個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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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弄 掃那個底 我就沒辦法裝了 那裡 左邊 我掃那個 這樣試試看 搞不好這樣OK 可以勒 喔!可以喔! 喔!可以喔! 這是...原本的 334 改裝過後的 喔! 呵呵! 少不止一半喔! 輕很多喔! 這兩個重量真的輕非常非常多 好!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來做一個 氣閥的一個 比較喔!這是原廠的 那基本上我先把這個蓋子 因為這個蓋子應該是不影響測試喔! 我們來看一下是說 更換前跟更換後的一個 差異點 這邊看一下喔! 這裡面這是沒有氣的 完全沒有氣的 我們看一下它大概多重 我沒有不含底蓋喔! 這底蓋我拿起來 大概326公克 好!326公克 那我們現在的話 就是把他的氣灌保 我這邊就一個人喔! 我可能比較難去做表現 那基本上 我的方法是 我這邊按開始之後 然後... 大概我就是灌到10秒鐘好了 大概我就是灌到10秒鐘好了 所以按開始 然後我在第5秒的時候 我灌下去 三次 15的時候我們就放掉 很久喔! 好!放掉! OK!那我現在就灌成是這個樣子 停止 好!我們看一下它的... 重量是多少 331 好!那我剛才做完它的一個... 原廠的氣量的一個... 我們現在把... 原廠這個拆下來 OK! 好! 這樣裝好了 我們看一下它的... 主要目前的... 空重... 因為沒有灌氣喔! 這裡面完全沒有氣喔! 好! 那一樣! 我們現在是灌10秒鐘 好! 準備! 準備! 好! 15秒到! 我們看一下它的... 重量 337 OK! 這是... 原廠 原廠 我們看一下彈匣的溫度 31度左右了 31度 4射 114 好! 鏡頭我們掉進一點點 看一下喔! 20 28 好! 然後... 有後釘 好! 我們現在... 換上的這一個... 是... 錦心的 等一下喔! 好! 兩個... 差異差多少 我們看... 第一發... 105 105 104 104 104 105 好! 有後釘 沒有問題 好! 好! 我們現在這個是... 換上是... revo 原廠的... 原廠的... 我們已經換上... HCS Revo 的... 進氣嘴跟... 跟它的... 氣閥 好! 我們看一下... 它的... 出速是... 差異是多少 好! 12 19 11 110 1 110 所以... 它跟... 我們剛剛換上的... 這個是... 錦心的... 我覺得應該是... 在氣嘴這邊的問題 可能是... 設計上... 齁... 就是... 差別還是怎樣 因為... 多個... 5個... MS 左右 它... 7密度有稍微... 好... 就是好那麼一點點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邊呢... 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結論是... 我們先... 從... 彈夾開始好了 彈夾的確是... 在... 重量上... 擁有一定的... 優勢在... 這100%確定的 因為... 紫光兩個重量就真的差太多了 好! 這是... 原廠的重量 然後... 這是... 修擺破後的重量 這樣子... 根本就是... 沒有... 這是... 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差異喔 這邊... 也可以發現到... 這邊都有... 撞擊的痕跡 頸心這邊是有撞擊的痕跡 這邊是沒有的 所以... 我覺得應該是... 在機構上... 可能就是這邊... 讓它的那個... 氣密度... 產生了差異 接下來講一個是說... 在這個兩個的... 修改之外... 我們這次有多加一個是... NCS Revo這個... 氣閥的一個... 更換 兩個的出速並不是因為... 這個氣... 這個氣閥... 那個... 充氣嘴跟... 出氣閥之間的一個... 差異點... 欸... 並沒有... 那... 唯一有改變的是... 灌氣量這樣子而已 那... 其實整個的操作上... 沒有問題... 也沒有洩漏 也沒有錯誤的動作... 反正都是... 呃... 非常正常 那我們整個的... 蛋夾的改裝... 還有... 評比上面的話... 呃... 就到這邊... OK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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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